發出了6技的ACE球 阿薩克只有一個 那這個扣殺成功的次數呢 韓國隊也以15比7 遙遙領先於對手 所以才以9分之差拿下了第二組 在海港 海口 天津進行的龍針虎鬥 2015年的亞警賽呢 是為了2016年的領約奧運 爭奪亞洲資格賽的三張門票而努力 有一種說法呢是在 本屆的亞警賽結束之後 中國、韓國、泰國以及哈薩克 四隊裡面就有一隊跟奧運五元 不過呢其實在經過了我們的研究 奧運還是有很多的門路可以進去的 除了現在在進行的亞警賽之外 還有接下來要在日本打的世界盃 以及奧運的資格賽 亞洲區資格賽 亞洲區資格賽打完了還有一個亞洲區的落選賽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方法 那當然大家都不想夜長夢多 希望能夠把眼前的先贏下來 再說 哇 金彥謹 剛才掉球現在扣殺 打了一個貝菲 換到後排這防不勝防啊 當你覺得公奇的會是前面的三個點的時候 後面突然殺出了一抹藍光 攻擊的七號的李再茵 這隊發的很棒 扎拉加索 硬打 硬打就被硬籃啊 加油 才不過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韓國就已經取得3比0的領先 這場比賽從差不多七點半的時候開打 到現在還不到一個小時 先進行到第三局 韓國隊2比0搖搖領先 個人時間差這一球 韓國在籃網的時候出現了失誤 出現了犯規 就兵不寫刃的送給哈薩克第一分 盧卡斯卡亞 哈薩克正中的替補做球手 抱歉還是他們的主發 先發球員 尼希姆特賽王 還在辯證球員的當中呢 哈薩克連拿2分 你看哈薩克球員在自己發球的時候 這個在往前 擺在頭上的動作非常可愛 連發了三球了 這次再糾正 是盧卡斯卡亞 抱歉 勉強地做起來給金眼錦 勉強地救回來 這第三下打回來 非常漂亮的防守 用左手單手把金眼錦的扣球給攻了出來 可惜在攻擊的時候 可惜在攻擊的時候直接 第二次攻擊的時候手碰到了網 又換上了梁孝珍 看來韓國隊要增強他們的籃網 在做球的時候發生了二次擊球 猜判的眼睛非常的血亮 主裁判是中國 中國隊 中國的女裁判 在第二局 韓國隊發出了67ACE當中 有很多就出自於驚喜政治手 在剛剛說完又來了一次 混成一團 韓國隊取得6比3零先 第一次暫停 阿薩克又叫出了暫停 看來第一局 兩隊戰成20比20的那個榮景 在這兩局已經不正 比賽開端 韓國隊就以非常強悍的球鋒 取得大幅的領先 第一局只差3分 第二局拉大到了9分 第三局會變成怎麼樣 阿薩克20號的自由人雷洛娃在後排 蠢蠢欲動 球會到這裡來嗎 進西針 第三個發球 果然給他接到了 後排的進攻 哇 有過往嗎 有喔 籃網成功 還有救 還有救 哇 靠著扎拉加索娃 不屈不撓的4號位強攻 要回立坑 4比6 還是給自己眼睛 單人籃網想要擋住他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哈薩克是在溝通上面出現了 有問題嗎 居然只有單人籃網 7比4韓國領先3分 喔 這一次華麗的進攻打成他笑 打成他笑嗎 裁判說沒有 第一次技術在這邊 背後的強攻 前面有兩位球員掩護 可惜這一球 直接打出界外 進入到第一次暫停 第一次技術暫停 韓國隊8比4領先4分 換跳 搔 好 好 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明天的 國師運動網也將送上兩場精彩的女排亞警賽 下午四點是由澳洲出戰南韓 晚上七點半就由東道主中國出戰印度 這球接得不好但是沒有關係 四號位硬扣 扎拉洛娃 年紀雖然很小但是膽識很大 阿薩克拿回了1分5比8 非常簡單的一次被飛 讓對手處理不及 但是這次想要送過去就有點太天真了 這是挖洞給驚嚴謹跳嗎 這球做得太近網了 他只能夠用拖球 想要把球電過去 在網子這邊已經用四隻手在等他了 自己也覺得有些無奈 在下一分6比8 阿薩克如果兩分 這就扣出界了 等待救贖等待果陀等到了 阿薩克 經過了第一次的技術暫停之後 阿薩克找回了自己的進攻 以及防守節奏 阿薩克 這球做得漂亮 3號位的硬攻 3個人難往 還要來 根本沒有過往 差哪裏喔 8比8阿薩克 在第三局,把戰局追平了 韓國隊叫出了第一次暫停 技術暫停的時候是8比4 現在連追4分哈薩克8比8了 還相信 非常短暫的30秒暫停在表現一下戰術 看一下連壓主攻的 會不會是14號的梁孝珍 少女們引領般的笑聲 像阿諾王 要帶老大姐們 一起慢慢地把畢分拉開 來 這個就沒有辦法進行什麼戰術 就交給金燕景就對了 這一球應該有了 硬是被救起來 換過來這邊一樣來個4號位 兩方的大砲護轟對方陣地 最後成功的是哈薩克 楊科迪娜 在這一局好不容易 拿自己自己拿下了1分 換上了11號的金秀智 金秀智擔任韓國隊的中間手 一上來退友就掉分 連拿6分了哈薩克 到取得10比8兩分領先 後來比賽好看了齁 而且秀智都上來了 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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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被飛打得非常成功 9比8 3 2 4 9比10 韓國隊換上了騎兵 要回了球權 紀嚴謹在發球的時候也相對顯得緊鎮 這次扣球 完全沒有成功的機會 1 2 3 3 提到剛剛上場的11號金秀智 1987年出生的 年紀還長紀嚴謹的錯 紀嚴謹發球直接得分 11比10 這個感覺就像NBA的雷霸龍一樣 你如果想要他不得分的話 只有讓他坐在板凳上才有辦法 不管你怎麼守他 不管在什麼樣的位置 他就是有辦法替球隊得分 當然這種不算 發球掛網 哈薩克拿回了球權 得再得1分 造成我邊視困難的隊長現在上來了 迪西姆泰塞瓦 在替補他的盧卡斯卡亞上場 許久之後呢又被換上了場 又是秀智 又是秀智 在2號會的被飛 看一下他的發球 發球 形成了一個薩西米 有沒有觸網呢 結果韓國隊又拿1分 處理不好的時候 兩方雞飛狗跳 最後還是落回泡菜美這邊 哇 真的是弄巧 不是啊 真的是 亂打一氣 結果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得分的是伊薩耶娃 伊薩耶娃的五星插柳承枝 4號位的重扣 得手的是179公分的李賽茵 如果也給他輕鬆得分的話 那哈薩克 這場球就難打了 李向西的發球 非常漂亮 做到後排 來 跳得很高 擊打的時機也很恰當 納薩克的小妹 札娜 諾娃 他們再拿1分 楊克迪娜 這一球也是 扣得非常的斜 雙方4號會硬拚 最後雙人籃網 打分的是南韓 在跳起來的時候 看到眼前的竟是一片狼海 這球又沒有打好 直接 Sashimi給他扣下去 太簡單了 所以馬上進入到了 第二次的技術暫停了 16比13領先 三分的是韓國隊 這次呢 在 ABCD四組的小組賽 前兩名 是可以晉級八強的副賽的 那 可是16支球隊裡面 因為突漫已經 匪濟在賽前 無預警的退賽了 所以 A組和C組只有剩下三支球隊 尤其是C組 日本隊 他們又已經取得了 奧運的 資格賽的門票了 所以剩下的 就是越南熱門 那當然這一次 不是運動網 為大家送上了 就是比較精彩的 A B第三組 A組呢 就看中國 B組 有台灣 還有上一屆的冠軍 泰國隊 那D組呢 就是韓國 以及哈薩克 中華台北隊 真的在上一場轉播的時候 看到中華台北隊 泰國隊的 那樣子的球鋒 跟這一場比賽 球鋒真的是 風格迥異 這球還是沒有結好 又給了對手機會 金彥謹 哇 但是C球斜線 完全被 阿納巴耶娃給掌握到 一個人就把他擋下來了 隊友在旁邊 隊友在旁邊 沒有幫上忙 沒有關係 以及伍特賽娃發球 發出了界外 才想說好不容易 可以接 那韓國隊取得第17分 剛才激情好像一下子又消退了 韓國隊 韓國隊幾隻 應該算是發球最厲害的星星針吧 目前看起來 2號位的硬攻 換到4號這邊來 還有喔 哈薩克 硬打 4號位 開網攻擊 這次的掉球 一次給他碰回去 再換2號 直接打出界了 哇 真的是苦盡剛來哈薩克拿下這一分 阿薩克 阿薩克 落後 2分 打一個被飛 鑽出來一個B塊 直接掉球成功 嗯 交叉永掩護之後 來一個小球 收到了很棒的效果 又把羅賢珍給換了上來 以前是扮演自由人的羅賢珍 這次呢並沒有穿上不同顏色的球衣 換上來並不是一個非常強的發球 但哈薩克取得了先機 拿下了第16分 扎拉加索瓦 現在發球要特別小心 哇 發生了什麼狀況呢 知道哈薩克這邊出了差錯 所以把分數 丟給了韓國隊 免費奉送1分 可能是隊長 碰到了王 金彥謹 接個發球 最後導致對手急球出界 2號位的斜線攻擊 想法非常好 真是 過點差的是 看一下 在 比賽贏的暗號比試之下 韓國隊這一波怎麼守 摘轉直線 接到了 硬攻 就好像球根本沒有過往 比賽贏的這次進攻 最後是以失誤告終 再看一次 比賽接近第三局的尾聲 現在1分都不能讓 雙人籃網擋住了對方的被飛攻擊 看來剛才在第一局跟第二局沒有辦法解決的2號位問題 現在在第三局都已經迎刃而解 現在就是要想辦法自己拿分才行 又是發球掛網 韓國隊拿下第21分 韓國隊拿下第21分 秀直要發球了 他才發了一個很鳥的球 現在這球發得還不錯 非常強悍的一次扣殺 還是被擋到 金眼鏡接得漂亮 金眼鏡在後排也是可以做出貢獻的 非常漂亮的彎腰下身接球 讓隊友有很好的機會 可以有很好的品質的二傳以及進攻 6號的賴肅基上場 函肅基上場 他是一名舉球員 雙快攻 可惜砍出了界 啊 戰術有打出來 但是 finishing touch 就是差一些些 楊科迪娜 尤其是失誤 那剛才進來的韓素基 沒有碰到球 就又下去了 看來剛才還是哈薩克得分喔 伊薩耶娃 發得很棒 硬要砍這一球 硬要找對方的手 李在英 想法很棒啊 上下兩分可以拿下第三局以及這場比賽的勝利 韓國隊又換上了普真雅 一百八十五公分的主攻手 下七八球 只能夠 送到四號隊邊去 哇 想要掉 籃網的高度 非常的夠 連續兩次的籃網成功 沒有人要打 好 後排攻擊 齁 加拉加索娃現在真的是要在顯露中求生存了 只差兩分 對手就要拿下這一局以及比賽的勝利了 加拉加索娃 趕快把球權先要回來再說 好好的是好會攻擊機會 喔 突舊非常的 即時 吊球非常的美妙 金眼鏡真是厲害 唉唷喂呀 這這是在打什麼啊 還好金眼鏡扣球出界 這是火力嘎嘴 在主球員附近的快攻交代不清的情況下 哈薩克還好勝了仙岩井自己的小失誤 拿下了第21分 相差的分數沒有很多 哈薩克當然覺得還有機會可以追上 第二局一九分之差 輸給了韓國隊 第一局呢打到了第22分 接下來這分非常非常完結 楊克迪娜 準備籃網 啊但是封出了界 已經整個帶彈等在那邊了 可惜這扣下去最後反彈到了還是界外 韓國隊只差一分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場邊叫出暫停 場邊叫出暫停 這場比賽大部分的時間應該講一半的時間都在場下 比賽英的發球 哇糟糕 這場比賽中 對 這場比賽中 這場比賽中 三方互相給對方機會 直接的二次進攻 剛剛好壓在線內 一個斜線的二次進攻 哈薩克拿下了22分 發球要小心啊 相差兩分的戰局 隊長非常謹慎的發球 4號為了贏攻 那就沒辦法啦 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最後的終結者 都是金眼景 這場比賽經過了一小時 多一點點的競爭 韓國隊25比22 25比16 以及25比22 直落三擊敗了哈薩克 在死亡之組第一組拿下的第一勝 喔金眼景 球技真的是出神入化 那明天呢 觀眾朋友還有機會在下午4點鐘 我們為你們送上的澳洲 以及南韓的競爭當中 來見到這位亞洲第一位重炮手的風采 那提醒大家 除了下午4點的澳洲南韓之外 明天的晚上7點半 也有中國跟印度的交手喔 今天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華英傑 我們明天再回 大小小いきます 吧 我也沒有 台南韓 我們 哪坐 這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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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